老师关于福音和生命 这里我没有听明白 福音里难道没有生命吗 为何说无法用生命完全表达 对 什么意思呢 我们传统教会当中有一种口号 一种论调 一种说法 福音不是道理 不是知识 福音是生命 是生活 所以你们要做光做眼 你不要跟他们讲道理 你活给他们看就行了 明白啥意思了吧 好像很属灵 很有生命 但是那是生活 那不是福音 圣经里面谈到的福音是消息 是信息 无论是从福音这个单词讲 还是从耶稣教导的福音内容来讲 使徒们所传讲的福音内容也好 王谱天下去传福音给外面听 不是活给万人看 明白啥意思吧 当然承受福音的人 他们领受福音恩典之后 他们自身也要伪身于福音 所以他们的生活是 竭力的过一个与福音相称的生活 但是这个生活是果子 这个生活生命的见证 不是福音本身 所以不要概念混淆 我为福音做见证 意思就是我在众人面前 学雷锋做好事 所以闭上嘴 永远不要跟别人谈因素 我就活给别人看 顶多人就觉得你 哇这个人是好人 不错呀 和尚也可能会得到这种评价 道士也可能得到这种评价 天生可能唯唯诺诺 从来不跟人吵架的那种诺服 也可能会得到别人的评价 这个人不错呀 从来不跟人红脸 不占人便宜 他不是福音 福音是基督和他定十字架 上帝的儿子为我们做什么 他为我们道成肉身 如何去传福音 将耶稣定十字架 从死里复活的消息传给别人 这叫福音 福音是好消息嘛 对不对 所以信道是从听到尔来 这个道就是福音嘛 不听福音就跟活给他看 难道你那么自信 你认为你的活就活出那么高度吗 我是没有那个自信啊 而且人与人之间 不是说我们圣化都到多少程度的时候 你不可能活得那么完美 像基督那样 总有这个你致命的弱点 要么就伪装为善 所以即便你过了完美的生活 你也不能代替福音本身 顶多你是一个好基督徒 但是你没有办法 你不传福音 所以福音从圣经的定义是好消息 是宣讲的一个信息 报告这福音给贫穷的人 仔细读圣经 我们已经受到一些 没有经过查验的一些传统 属灵的口号 神秘主义的 敬前的一些论调 洗了我们的脑 我们理所当然的就觉得 福音是生命 在乎知识 抱歉 福音就是知识 因为它是报告 关于耶稣基督 它的位格和它的工作的一个消息 不管你活得烂和愚好 你改变不了福音本身 你篡夺不了福音本身 但是你有责任和义务 接受福音和活出福音的教导 你以你悔改的改变的生活 作为见证福音的一个基础 不然的话 免得因为你败坏的行为 你玷污蒙蔽了福音 使别人因为你的行为 不信你所传的福音 所以福音是福音 做福音见证的人的人 是两回事 福音是好消息 是信息 关乎神儿子的信息 所以要宣讲 要宣布 然后听的人 相信的人 才能得到救恩 所以这里面福音是 Evangelio 或者说Good News 这分明是消息 信息 宣讲的信息 所以生活 生命是我们领受了福音之后 我们获得了新生命 我们委身给福音的教导 我们活出与福音相称的生活 这是我们对基督委身 祈祷光和颜 基督徒的生活的表现 这是果子 我们活过来 好树结好果子 证明我们活着的结果子 所以这是福音的果效 不是福音本身